客戶都會問,國內人或外地人來香港賣保單 跟我們香港市民賣保單有沒有分別呢? 計劃大致上現在大部分保険公司都沒有大分別 大致的回報大家真的沒有分別 不過在申請的時候,視訊大家給保費是有分別的 在保険公司裏面有一個叫國籍級別保費率 我們之前經常說高端醫療 你健康不好就不保你或加你 但是除了健康以外,投保人在哪裏居住 都會影響他的負擔是否需要加價 舉個例子,例如有些人在菲律賓華僑 他們買人壽是要加價的 買種植保險是要加價的 買醫療保險是要加價的 而且加得不少 例如醫療保險是要加到75%的保費 他們的成本是給多了 那你說成本給多了 都會不會有客人會來香港買呢? 正常香港客人加75%就覺得 哇,怎麼交我這麼貴啊,不值啊 但是在市場上 他們比較過可能他們當地的保險 或者當地的顧問的質素 很多樣東西之後呢 他們都覺得 如果我健康都會來香港 入院跟進的時候 始終在香港的保單 他們可能覺得是會安心一些 所以真的有客戶會加75% 都會來香港買的 在香港的客人 可能他們會覺得 長遠平均得六里這麼低 普普通通而已 因為他們真的不知道 原來在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國家的回報率 其實香港來說 真的不算低了 第一 第二,香港有沒有增值稅 你那個計劃 即將來增值太多了那一月 又不會額外收稅 跟你放在銀行又不同 銀行那些又會留為遺產 在其他地區 香港來說已經算是 真的幫人家省了很多成本 不過我們有時候去見客 我們就很少會這樣特別說 近期我見了一對夫婦 他們一家三口 都有十幾張單 他們就想找我幫忙去跟進服務 跟他們聊天之間 我就知道原來他們已經有澳洲的席 每一年都會去澳洲 也有房子 當中他們就說給我聽 他們試過不舒服 接著就去看醫生 他們告訴我 找看醫生都要駕駛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去到之後 有時候言語 還有他們說外國人他們寫 文化或者他們的態度 又跟香港的醫生很不同 這些都是客人告訴我 正正我亦都覺得 其實香港的醫療制度 香港的醫生 真是很專業 令到人客 為何坐飛機都要來香港跟進 這個真是有些原因 正如你說我們香港的保險顧問 我們都是正常工作 但是可能他們就比較過不同地區的顧問 這些客人說 他說 Michelle 你知不知道 我們那些顧問 他們賺了第一桶金就走了 就去做生意 怎麼會繼續去做服務 這個在我們香港沒有這個概念 香港可能那些保險顧問 他們都是多財多藝 他在這個行業做得好 可能他自己都會拿些錢去投資 其他小生意和餐廳 但是就不會完全不做這一行 然後就自己出去做生意 是很少的 我見到很少 但是他們這樣我知道 就是在他們的感覺 愛地客的感覺 就是很多人做保險 兩三年賺到錢 接著就不做了 就去做生意 這樣 那可能外地客 有很多就喜歡做生意 但是香港可能就不同的心態 不同地區的顧問 那個生活模式 產品的設計 再加上產品回報 再加稅行 再加醫療體系 就是正正的 剛才我說的這麼多事情 都造就到 為何有很多外地的人 他們會覺得 似乎香港都是一個 挺好去 照顧自己身體 而在這裡 買了保單 又似乎 搞賠償 也是挺順暢 那些事實上 那些事實上 也能跟進 以上剛才的資料 都是一些外地客 他們在不同地區 或者發生事 他們跟我說 那我才不知道 是吧 香港的客人 是幾乎要求高的 當我們真的希望能夠 服務到我們香港客人的要求的時候 自然的水平 服務水平就高了 今天也希望借話題 剛好新聞報道有這個報道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在香港買到的保單 或者遇到的保險顧問 都是屬於國際級的水平 都是屬於號定尖的 大家不需要太多懷疑 不需要太多擔心 我經常都說 保單買了就是好的 先保盡到自己 如果大家覺得 我們今天的內容是有價值的話 不如試下在留言裡面寫支持 讓我都知道 究竟有多少人是覺得 我們香港的保單 其實真的不錯的 下次見